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周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头条 人力资源部穆斯达法沙漠昨日直言 他不满意多个涉及民生 适宜的政府部门机构的表现 他希望部门机构不仅是在现场回答就完事 必须要跟进 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解决问题 他说我们需要各机构官员与 时邦家区国州议员积极配合 确保所有在民众大会上提出的问题 获得跟进和解决 穆斯达法指出 在今年首季首次举办的时邦家区 民众大会上所收集的投诉和意见 85%已经交予有关部门机构跟进 并得到正面的答复 他说所有机构都有在努力解决问题 针对性项目也在执行中 只是有些项目被拖延 若项目能够快速完成 便能舒缓十邦家区内的水灾 水工 塞车等问题 他促请民众无需等到举办民众大会才发生 平日也可通过电子投诉系统上网投诉 其国会议员办事处会对所有投诉个案进行分析 并在下一次民众大会报告跟进结果 让民众了解问题的解决程度 另一则新闻赤字1500万令吉建成的 夏南南警局新楼已启用数个月 当地民众却发现无法在该警局缴付交通罚款 夏南南市区华人甲币单黄资店指出 除了无法缴付交通罚款 就连报失身份证通报车祸这等小事 都必须前往远在甘拜园的亚币警区总部办理 他说夏南南警局已经从旧址搬到新址 规模也大很多英里为夏南南 孟加达甚至是整个石邦家区 等民众提供方便和更好的服务 以前亚币警区总部还没搬到甘拜园 夏南南民众要前往加拉文行警局缴罚款 现在路程更远了非常不方便 代表亚币警区主任出席的沙林阿里助理警监解释 任何的交警柜台需要与全国交通数据系统连线 若要设立需要一些时间和程序审批 他说警方有计划提升下南南警局的服务功能 包括日后增设交通柜台 人们除了到警局交通柜台或邮政局解决罚单 也可透过应用程序线上缴罚单 另一则新闻 沙巴州工业及企业发展部长冯靖哲透露 沙巴今年首个季度的投资额超过60亿令吉 在全国排名第五 他称2022年沙巴取得的投资总额为115亿令吉 而今年1月至3月就取得63亿3000万令吉 超过去年一整年的半数 他也说沙巴去年的115亿令吉投资总额 同样在全国排第五当中的84亿是投资于制造业 他希望在各造努力之下 沙巴的投资额会继续稳步增长并在全国榜前三甲 另外沙巴电力有限公司主席马迪乌斯登奥指出 赤资42亿令吉在亚币工业园设立 同国制造厂的韩字公司SKNEX ALICE 一旦全面投入运作将成为沙巴最大的工业用电户 他指出预计SKNEXLESS的用电量为70兆瓦 每月购电量为45360兆瓦时 每年的销量可达12200万令吉 使沙电的整体销量增长10.05%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